第三十届国标舞世界杯 你要去参加比赛 是啊 比赛是在后星期 我刚才上去带舞宜才过来 你跳舞那样厉害 现在还好 一定是轻轻松松队 能带到冠军了 我是不敢这样想 但是我开始很介意跳舞 当初 当初也是 我要做奉行跳舞的工作 才不跟文章 做会带来台湾 想不到 这边的几个月 跟文章一起 就很便宜了 人家说 他们的天主有点 可能你跟文章 没有这个缘分了 对现在现代路线来说 这感情也不是全部 工作也真重要 所以 当初你的孙子跳舞 放去文章也不是 所以我现在 才会这样厉害 你们的感情 过去就已经过去了 现在这家里面 有文章的孩子 你若是对文章这样放不下来 对你们三个人来说 这样是不好的 卡罗 你的条件又这么好 你若要做破坏 别人会让他们的第三者 这样是会影响到你的名字 我不是破坏别人的第三者 是我跟文章先设会 文章的跟家纯结婚是一个状态 怎么能让文章将错就错 跟一个一步爱的女人 做成功一世 对我跟她来说 都没说话 对 是孤妈妈 孤明明爱的人是Carol 而且他们的不管是 外境下廉还是外表 都是最素费 你们怎么能因为刘家纯有孩子 你就要爱过 跟一个他无爱的人 做一世人 坦白说 你要爱孙 如果你在等大室 把孩子洗下来后 让他一笔散养肺 如果这样 才再把孩子 带回车来按就好了 要搞定了 就算他当初是一个错误 但是他现在都已经结婚了 感情也越来越好 他们两个人的感情 是哪里在好 不是常常都在完结 那如果要说完结 你跟家佑 一天到晚在完结 完结那样厉害 那你们两个人 是不是也要离婚了 那不一样 我跟家佑是真心最爱的 那你也知道 他们两个人 也不是真心最爱的 你说你没看到他们两个人 这样好相照顾 好相关心嘛 看起来 他们的感情 比你这对女儿的母 更好 妈 妈 卡龙 文章以前怎么对待你 我是不知道 不过他对待家存是很好 我自己的孝生我知道 他已经没有办法离开家存了 我也不能让外孙 在一个母妈的家庭中担心 才有阿姨的 我是不可能答应他们两个阿姨婚的 阿姨 如果这样我跟文章这种感情又伤心 就因为家存有文章的孩子 我就感到要把我心爱的男女给他 卡龙 说一句无事了 当初是你先放弃文章的 文章因为死亡痛苦 才会去对家存的 他并没有对不起你了 家存 并没有破坏你们的感情 而且他现在生活很快乐 也很努力 女儿也要出事了 你算因为你个人的欢会 要来破坏他们的家庭 要来找文章来好好 你怎么做得对了 如果我知道你是家存 你敢愿意众你的女儿 女儿好别人 aunque能不能 tuh 你带人 什么 老林 老林 老林